制作煎冰的主料是用白薯干碾成的粉 当然也可以用大豆、小麦、高粱、玉米等五股杂粮来碾粉 春树沟地处蒙山深处 古老的风俗被顽强地留存 泡子烧热 面糊均匀摊开 扎凉面糊快速成型 蒸汽弥散 空气里浸润着朴素的甜香 那是古物特有的气息 火力至关重要 太旺容易焦糊 太小 煎饼潮湿粘牙 有六十多年经验的奶奶手艺最棒 火候全靠她一手拿捏 刚出锅的煎饼又脆又香 彻底放凉就慢慢回软变韧 今天 从大鱼大肉到家常小菜 煎饼几乎能够包裹任何食物 风俗捡游人 多寡随意 但对地道的山东人来说 最适合被卷在一张煎饼里的 似乎还是大葱 山东人最看重煎饼的质地和口感 煎饼入口回甘 但对人的咬合力也是一个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